大家好 我是杰西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 行动词子句的所有格 那我们先前有讲过 行动词子句的主格 受格 还有what的用法 关系代名词what 那今天要讲的是所有格 好 那行动词子句呢 就是它是一个子句 它装作行动词用 它要去修饰一个名词 好 那它这个子句的位置 你看它在哪里 它这个关系代名词 在主词的位置是主格 在受词的位置是受格 好 那这边就是它当作行动词用 所以叫做所有格 好 行动词子句当中的行动词 真是 好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复杂 我们先来看这个句子 彼得要照顾一只脚 在意外中断掉的狗 好 那其实就是 彼得要照顾一只狗 Peter was looking after a dog 好 那 its leg had been broken in an accident 这是狗的脚啊 在那个意外中已经断掉了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它照顾这只狗 那its leg 我们就把它回来变成是 the dog's leg 这样比较容易看得懂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讲两个句子啦 但是在英文的话 我们讲我们口语来讲的话 好 我们喜欢讲简洁一点 所以可以省了 我们就可以尽量把它省下来 那这个the dog跟这个a dog 这个都是狗对不对 所以呢 在英文我们就会把这个 the dog's 狗的 好 狗的就变成 这边 护子 所以它在照顾一只狗 这一只狗的脚 好 已经在意外中断掉了 had been broken 这样子 所以 whose leg had been broken in an accident 这整个是形容词指句 由护子这个关系代名词带领 修饰这个狗 所以它照顾这只狗 这只狗是怎么样呢 它脚已经在意外中断掉了 好 这个护子这样 不知道大家看得懂了吗 它是怎么变来的了 好 假如你讲的 你可以练习得很流畅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讲 那你不是很会的时候呢 你就从分开两个句子开始 慢慢把它合并在一起 会比较容易懂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皮包被偷的男人打电话报警 其实就是那个男人 那个男生打电话报警 对不对 可是这个男生的皮包被偷了 the man called the place his wallet was stolen 所以呢 the man called the place 这个 his其实就是 the man's wallet was stolen 好 比较还原 这样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懂 所以形容词指句 就要接着你的先行词 就是你修饰的那个名词 所以the man's wallet was stolen 就是要跑到这个位置来 在主词the man的后面 然后这边 called the place 这个是你的主要指句 这个句子把它放进来之后 这个the man's the man 一样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是那个男生的皮夹 所以把它变成所有格 变成一个形容词 所以就变成the man whose wallet was stolen called the place 好 那这个所有格的形容词 后面 who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名词 这个合起来 这边是放在主词的位置 它可以放主词的位置 也可以放售词的位置 我们这边前面看到的都是主词的位置 好 我找到那个车子挡在车道的 我找到那个人了 那个人怎么样 他把车子挡在车道 I found the person his car was blocking the driveway 所以呢 his car就是the person's car 那个人的车 对不对 好 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的 这个the person's 我就把它改成who 所以就变成 I found the person whose car was blocking the driveway 这样子 那这个whose car 这边有没有 当主词用 记得who 后面一定要加名词 好 再来还是主词的位置 主词的位置 那个被叫到名字的学生 把手举起来 就是那个学生 the student rest her hand 那个学生举起他的手了 然后什么样的学生 her name was called 他的名字被叫到了 好 所以呢 这个 her name就是the student's name 对不对 这边一样 我们又把它放到中间来 the student the student's name 在这边 was called 然后rate her hand 这个 行动词指句 放在这个学生后面 修饰他 那the student 就改成who 所以就变成 the student whose name was called rate her hand 这样子 好 假如你没有看 我这边 可能讲的 又比较快一点点 假如你看了 主格 跟受格的 之后 你再来看 所有格 会比较清楚 假如还没有看的话 好 这前面都是 主格 就是行动词指句当中 他是在当主词的位置 对不对 whose name 这样这个是主词 动词在这边 what's called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下一个 这两个句子是 售词 就是 你的行动词指句 你的所有格 加上名词 是放在售词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I apologize to the woman 我跟那个女士道歉 哪个女士 我打翻她的时候 I spilled her tea 好 那因为我们在讲句子的时候 那个the woman 其实我们不会讲两次 我们会用her 可是为了要让大家 比较清楚可以看到 我就把它还原 I apologize to the woman I spilled the woman's tea 好 所以我跟谁道歉 跟那个女生 那女生怎么样 她的茶我打翻了 the woman's tea 好 这个是你的售个我 主词 speel 动词 好 the woman's tea 售词 这个时候是你 这个关系代名词的位置 这边是在售词的位置 可是它整个 因为你要整个一起 the woman's tea 一起放到前面来 那the woman the woman's tea 这样看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正确的 好 这个woman 就变成who's 好 我跟那个女人道歉 哪个女人 她的茶是怎么样 我打翻了 好 英文这有点妙 这个句子的结构跟中文 其实就差蛮多的 主歌比较容易懂 受歌的话 你可能要讲这个句子出来的时候 可能需要蛮多的练习 才会比较讲得出像这样子的句子 好 Sam Smith 是一个我最喜欢他的歌手 这中文翻得有点烂 对不起 好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Sam Smith is a singer I like his music best 我最喜欢他的歌了 好 中文实在很难翻 但英文它其实表达出来 意思相信大家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是非常的 可以聪明 有聪明有才华 不相解析 好 中文翻译都翻博 好不好意思 好 总之呢 Sam Smith is a singer is a singer 对不起 I like the singer's music best 我最喜欢他的音乐了 好 那这个时候 the singer 是不是一样 这个我主持 like动词 the singer's music 其实售词在整个在这边 把它像售格一样 有没有 翻到最前面来 所以这边是 the singer's music I like best 所以the singer's 这边就会变成who's 所以呢 合起来就变成 Sam Smith is a singer whose music I like best 好 这边是放在售格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能够理解呢 好 可以的话呢 就麻烦先写一下这个翻译练习 好 杰西最近在刚好上学生 刚好上那个部分 好 那 看都很容易 听的时候也都会 但是自己写的时候就不会了 这个时候没有关系 你先分成两个句子来写 他遇见一个爸爸是医生的女孩子 那这表示说 他遇见一个女孩子 she met he met a girl 对不起 好 那那个女生 the girl's father 对不起 the girl's father is a doctor 是一个医生 所以合起来就是怎么样 he met a girl 然后那个the girl's 有没有 直接变成who's 老实答错 whose father is a doctor 好 那就这样子 不知道 可以理解了吗 好 第二个我上他的课的那个教授 很优秀 好 我现在在上他的课好了 我现在上他课的那个教授很优秀 中文都有点奇怪 总之呢就是我现在在上个教授的课 I'm taking a professor's class 好 好 the professor is excellent 好 非常地优秀 好 非常地优秀 合起来呢 怎么办 the professor professor 然后他的课我正在上 whose class I'm taking is excellent 好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 这个是把 有没有 从后面放到前面来 那个教授很优秀 你先把英文的五大剧情 这个弄出来 好 我现在正在上他的课 他的课 是我现在正在上 这里比较不容易了解 是这个 I'm taking a professor's class 这整个是授词 就会搬到前面来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 whose class I'm taking 好 这个变成形容词 在这边 就是像上面这个 授词的部分 假如你不懂的话 你把授词的部分再看一次 那边讲的比较简洁一点 好 那边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这边讲的比较简洁一点 好 你弄坏 他玩具的那个小孩 还开始哭起来了 所以主要你要描述 一个小孩在哭 对不对 the boy 开始哭起来了 started to cry 好 那怎么样 you broke 你把他玩具弄坏了 the boy's toy 好 小孩子就这样 你把他玩具弄坏 他就会开始哭啦 所以the boy 怎么样 他的玩具被你弄坏了 这又是放在受割的位置 所以就会变成 whose toy you broke 然后怎么样 整个句子再回来 started to cry 好 这真的我觉得是有一点难理解的 但是呢 希望大家可以 多看几词 多练习一下 你就可以理解 假如你觉得这好难啊 没关系 你就先从解析这个 两个句子 开始 你从两个句子 看你能不能把他合并成一个句子 最后你再去 自己把他从头 直接从第一个中文 翻成最后一个英文 这样子 好 那个就是他的房子被烧掉的女人 好 that that's the woman 那就是那个女生 怎么样 好 the woman 应该是用喝啦 但是我这边为了让大家比较可以容易看得懂 就用 the woman's house 怎么样 what's burnt 可以用burned或burnt都可以 我用burnt好了 美式英文好吧 burnt 两个其实都可以 好 所以合起来就是 that's the woman 然后他的房子 whose house was burnt 这样子 好 我遇见一个他哥哥在 电视台工作的人 好 I met a person 然后呢 the person's brother 其实应该是his brother 对不对 好 这边用the person's brother 不能用他哥哥 不能用he brother 或the person's brother 不行 这是所有个 中文说他哥哥 其实英文是他的哥哥 很多人有时候都会被骗 不要被骗了 好 works in television 这是我看英文书 文法书里面的句子 他就这样子用 好 在电视台工作 我又这样用 works in television 所以呢 when I met a person whose brother works in television 好 就这样子 好 我现在找问句怎么办 啊 问句好难哦 哪一只狗是 狗公的主人 是电影明星的狗 好 所以就是哪一只狗嘛 which is the dog 哪一只狗 好 the dog's owner is a movie star 他是电影明星 那合起来就会变成 which is the dog amot the dog's 就变成 whose owner 这边是当主持的位置 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is a movie star 记得用问号 好 我有一个学生啊 他老公是医生 好 I have a student 好 the student's husband is a doctor 所以合起来就变成 I have a student whose husband is a doctor 其实这些句子 我们真的都很常讲 假如你能够把它理解之后 你可以讲出来 你的英文听起来 就会变不一样 但是你讲错的话就很糗 有时候别人就会不理解你的意思 所以要讲之前 先多练习一下 好 杰西的影片之外 你可以看网路上 其实很多 看有很多 很好的老师都出了很好的影片 那就去多做 好 看一个老师的不懂 看两个 再看三个 再多看几个 好 Robert 是个他学生 都很依赖他的老师 Robert is a teacher 他是一个老师 怎么样 他的学生 his students rely on him 好 那那个 你可以把它想做 他是 the teacher's student 所以就会变成 Robert is a teacher whose students rely on him 这样子 他的学生 依赖他 好 不要跟老婆 怀孕的男生出去 这句子怎么样来的 其实是杰西 从前都会跟朋友出去 就是男生朋友 其实比较多 杰西来讲 以前 好 现在是没有朋友 没有 现在还是有朋友 好 现在就 不会跟 因为 以前就觉得 那个男生 有女朋友 或结了婚 有什么关系 反正大家都是朋友 后来就被朋友警告 不要随便跟那个男生 人家已经结了 或会跟人家有女朋友的出去 因为这样子 你觉得没有怎么样 可是他老婆 或他的女朋友 可能会觉得有怎么样 好 所以本来是要这样写 但是觉得那 写起来句子太麻烦了 后来就写 不要跟 老婆怀孕了 的男生出去 是什么样 这到底是什么鬼 don't go out with guys 或mans guys好了 好 不好意思 guys guys 好 什么样的guys呢 好啦 用一个句好 don't go out with the guy 好的guys why 他的老婆 is pregnant 好 所以合起来 这个就很容易 就可以出口 don't go out with the guy 就跟那 什么样的男生呢 whose wife is pregnant 好 这是很奇怪的句子 但是呢 这是事实 好像最近是不是看新闻 才有看到一个 好像前 之前好像有看过 不知道自己是外遇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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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状况 好 我一个朋友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账单中 服彙 这根本不是形容辞职句啊 我一个朋友 的爸爸 这才是所有格 I 这样 I have a friend 因为不然这样 就不是所有格了 那个会变成 主格 好 然后 my friend's father served served 对不起 in world war world war 世界大战 所以就会变成 I have a friend whose father served in world 这是 二的音 world 然后这是 我 old的音 world world to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是罗马字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大战都这样写 第一第二第三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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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避免掉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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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这次好难念 对不起 好 搞不好大家了 真是不好意思 这样子 这个是所有格的部分 好 讲的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举了很多的例子 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 都可以留言 问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